兵役是大事 不是你召开一个安全会议 你就可以解决的 因为这里面的后遗证是太多太多 那最重要2024大选战又来 你兵役延长一年 这个显然就变成一个政治考虑 当你变成一个政治考虑的时候 选民会用选票来交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蔡英文在下周三之前 他要召开所谓的安全会议 那安全会议 大家刚刚开始以为 大家刚刚开始以为说 是不是要检讨民进党败选的原因 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 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蔡英文大概会在礼拜一或者礼拜二 召开安全会议 他主要讨论兵役的疫情的问题 就是由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 因为已经不能再拖了 因为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 然后你就扣除假日 各位可以看 那最后一次的院会 是12月的 12月最后一个礼拜 那从这些种种的现象看来 就是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 蔡英文会针对疫情 是否延长的问题 他表达个人的看法 也表达安全会议的一个立场 就是告诉各位 一年疫情延长必然定案 这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民进党必须饮政时刻 他除了要给美国一个交代 他也要考量到所谓的政治后遗政的问题 虽然台湾表面有73%的人 同意延长疫情 但是同意并不等于支持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 这个是两个是要分开的 就是说大家一直以为 延长疫情加上抗中保台 是民进党的立场 但是我的看法是说延长疫情 跟抗中保台是脱钩的 因为在美国强力的主导之下 那是脱钩的 因为美国频频派人来到台湾 就是一再督促 台湾要强化三个方面 第一个后备战力的问题 所以台湾的军方也延长了 所谓的后备军人的战训时间 好那第二个后备战力完了 就是说台湾必须要把 所谓的军队的员额 它的提高 现在台湾表面上是有21.5万 但是事实上只有18.7万 那有将近2万多人的缺额 这个必须要补足 那这个补足就必须要靠生兵制 因为台湾的募兵制 几乎是目不到人 几乎报道率都很低 无论是台湾的士官学校 就是陆军专科学校 还有包含各个军事院校 就是黄埔 包含中正玉校 通通招不到人 非但招不到人 而且数值有低下之余率 所以在这一种状况之下 你原额必须要补充 那原额你要把它补足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不把疫情延长 这个原额从什么地方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后备战力 第二个就是原额补充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组织架构 美国一直促请台湾 把所谓的大陆军架构 要把它转为 以海空为主的岛屿防卫 那换句话说 这三个都是相互的联动 那一般讨论兵役 议齐 几乎不讲到这三个 那事实上 台湾今天军方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策 那某一些的决策 几乎都掌握在安全会议的手上 譬如说 好 譬如说台湾无人机的发展 那譬如说台湾要采购哪一类的武器 现在几乎不由军方 而是由孤立雄他们在强力的主导 那换句话说 这种根本不知兵士 也不懂得军事的人 你主导了安全会议 跟台湾向美国的采购 还听从了美国的意见 那我想 台湾部队战力的低下 跟我们的组织决策体制 跟我们的决策的架构 是完全相互违背的 这个里面 我其他的不讲 我只讲一个例子 台湾的高师幕僚单位之多 是美国的1.8倍 各位可以想想看 区区21.5万人 需要维持那么大的架构吗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讲 这官比兵多 然后呢降比官多 这种现象 如果不从头检讨 你光是检讨兵役的疫情 我对民进党 没有任何的惩戒 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民进党 兵役是大事 不是你召开一个安全会议 你就可以解决的 因为这里面的后遗症 是太多太多 那最重要2024大选 那又来 你兵役延长一年 这个显然就变成 一个政治考虑 当你变成一个 政治考虑的时候 选民会用选票来教训 我会教训 我会教训 那你会教训 我会教训 我会教训 你会教训